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a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in'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tand it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看明星点站是个好习惯 大家好,我是MADTEAM的窝窝 带来的是要告诉大家 图轮这一位英雄 在最新的先行服消息之中 这一位英雄 给直接重做了一个一闪过去 二技能大会说什么 重做一个大招拉过去 杀掉对面猴子 这时间点对面撕裂大地 已然是徒劳无功 这里还有一个神 有个反恩 不用管他了 我们直接是说了 这一次到底是什么重做 图轮 经典造型 局内外 模型 技能特效 都重置 都优化 这就不使得这一位英雄 你原本手感 大家觉得好不好 没有人会说差吧 应该 这一位英雄的手感 大家有目共睹 都知道是挺好的了 还要给他优化 有什么的问题 没问题的 好的 还可以更好 无止境 追求美好 但是这一位英雄 是不是 在比较之下 有很多英雄都应该 需要优化了 是不是 图轮是不是 感觉有点插队的感觉 下路这里 直接一手千军神雷 过去能够吗 都不用了 管他什么千军神雷 能够杀就杀了 所以说嘛 这一个英雄 现在是说经典造型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 比方说 先看这一波 一技能 一个大招拉过去 搭配凡恩 还有夸克 勾得挺准 把他给杀掉 大家也知道 经典造型 我们这特效 这闪电特效 又我想说一下 这经典特效 也不只是经典造型 有对不对 我们现在这个造型 比方说 或者是说 什么蓝色那造型 就半生造型 就不知道 他们这技能特效 是不是也一并重置了呢 也优化了呢 要是真的话 那就太好了 但是这是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所以说各位小兄弟 如果你喜欢玩图伦 也没有什么人 不喜欢玩图伦吧 应该 讨厌对到图伦的就有 讨厌使用图伦的 给你拿得到图伦 给你使用图伦的 还会讨厌吗 有些东西就像 图伦其实就像钱一样 你看到别人 别人多 钱多 可能会觉得有点羡慕 但你自己有很多钱 你不会觉得自己有很多钱 是个很大问题 对不对 一技能打过去 先把对面给消成残血 一个一技能打过去 已然是 大概三层血量了 兵线整理之后 终于给打起来了 但对面退了 又够回来吗 一技能打过去 二技能还没有被动 普攻也别省啊 虽然我们不是打野 没有拿得到 打野刀被动 但是 能做成伤害 能造成伤害 一点 你这 不太需要去省 一个大招过去 这猴子 也是 这 是不是该说人之意尽呢 但是 他可以帮忙挡了 我没想到能够收得掉 这个弗洛伦的 因为弗洛伦的状态 虽然说说差 但是如果猴子 把他 可能 大家都来不及吧 而我们的现在出装方面 其实呢 在先行服之中 对于图轮很有好的一件装备 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 但是呢 我就很喜欢出 那生命法杖 给了改强了 多了600 最大生命 其他东西都不变啊 这装备属性 多了600 生命值 600很多啊 生命值 虽然移除了被动的 生命护盾机 但是新增了一个被动 就是击杀或助攻 恢复10%最大生命值 这不就以前 险度战甲类似吗 一个大招过去 就有一个魔纹 也是很相似的 很有用的一个被动啊 价格还给它调低 对于图轮来说 一道好消息 而且也不止这个好消息 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 重置啊 优化啊 我不想说 我不能这么形容 我想说 图轮要崛起 可是他原本 就已经 在巅峰 看着 众生 而现在 简直就飞上天了呀 怎么说 这里我没想打 没想到洛克在附近 哎 他就跑去 上路 也没关系 看到这 兵线也燃尽 如果这勾中 勾中谁都得死 没勾中没关系啊 刚刚那勾中挺多字的 看到兵线也要缓慢的 进到对面的 高地附近了 那这里先缓缓 先压个二塔 也可以中路二塔 等待下一波兵线 才是 见尊章 一个大招过去 杀得掉 因为有搭配队友的伤害 看到上路这 还能够继续打吗 想做一波 能够吗 没有的 不可以 但是呢 要看时机 逼出罗的大招 他们想守中路 因为上路没兵线了 拿一个大招过去 不一定是要说 收尾才用大招 剩下都是勒测的时间 把对面主宝给他拆掉 赢了这局游戏 胜利 那就行了 而我们拿下了全队最高输出 而显示全队最高扛伤 没想到吧 辅助扛伤都不过我们高 这文队 那他最适合到什么英雄 第一个就是阿都恩 阿都恩之前说改强了 而作为法师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能够在前方扛伤害的肉盾 他作为战士 一技能减速命中敌人 能够触发二段技能 造成反控 可以为我们提供良好 输出环境 而二技能 他盾 也增加了他 扛伤能力 在对战或逃跑时 都可以通过 大招长距离突进 且造成现运的控制 来保护我们 或进行对敌 最大第二分英雄就是 瑟菲斯 我们打他是一对机动性强 能打能跑 能输出组合 他作为一个能抗能打战士 机动性高 对立时通过大招控制 效果 还有前速效果 不仅能打出输出 也能为我们吸引火力 让我们打出全能伤害 即使发现打不过对方 也可以双方利用 技能位移 快速逃离 压制什么英雄 第一个 就是 一下 一下大招 与我们而言 形同虚设 只要使用了技能 就能够轻松拉开 躲开他大招 或者是说 从他大招之中 被逃脱 毫无压力 而且 梦梦 很多时候 都是拿来给你 别被动 所以说 对到一下这一位英雄 在对线上 甚至是 如果你不是对线 你打野 他中路 打他 也是好的 压制第二位英雄 就是 纳塔亚 道理很简单 显着异线 只需要在纳塔亚 开启大招时 打他赖椅为生 你就使用恶技能 顺态背后 他很难来得及 能够达到你 压制 我们 有什么英雄呢 第一个就是 潘因 潘因就是 图轮天敌 潘因打图轮 使用沉默 使用顺伤 都很好打 压制我们第二位英雄 就是 西路卡 如果你是打野图轮 前期要是没能刷出优质 对到西路卡在中后期 他一旦 开启大招 你连进他大招 都不敢进 很多时候 因为 我们这英雄 还是脆皮 而且 我们 技能 其实 还是手短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matteam的乌乌 喜欢影片的话 别忘了订阅 点赞 还有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拜拜